大家好,我是Blackmagic Design中国办公室的技术工程师吴珊瑚。 在本期视频中,我将为您讲解如何在DaVinci Resolve中使用3D限定器和α输出进行空向合成。 在DaVinci Resolve中有很多方法可以进行合成。 本次演示,我们将使用3D限定器来创建透明度,并使用节点编辑器中的α输出进行合成。 让我们看看如何操作。 我们将在一个绿幕片段上合成一个背景。 在进行合成之前,背景片段位于时间线的V1视频轨道上。 绿幕片段叠加在时间线的V2视频轨道上。 首先,我们要在调色页面中启动α输出。 在节点编辑器面板的灰色区域内点击鼠标右键。 选择添加α输出。 您可以使用节点1对画面进行调色和正常化处理,以优化键性能。 然后在节点1后添加一个串行节点,并将键输出连接到α输出。 在节点2上应用3D限定器抠除绿幕背景。 用拾取器选取绿幕颜色。 然后勾选反转复选框。 如果合成画面中出现绿色溢出,或使用蓝色抠向时蓝色溢出,可以勾选去除溢出色复选框来消除它们。 使用3D限定器抠向后,您可以使用蒙版优化进一步调整,得到一个更加干净的抠向。 您还可以对这两个片段进一步调色,使它们更加融合并符合您的喜好。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更好地帮助您使用3D限定器和α输出进行扣向合成。 如需更多资讯,请访问我们的官网。 blackmagicdesign.com